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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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家好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今天又要來開箱了 今天要開什麼呢 今天要開的東西 非常的特別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人在西爾頓 這一次不是做西爾頓 今天住的地方是新加坡海灣 金沙酒店 可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OK 這個之後在新加坡的Vlog裡面 會有做開箱 那接下來呢就要到今天的主題了 我現在人在新加坡 新加坡這個地方就是很熱嘛 可是我現在要來這邊開羽龍服 OK 就是這個看起來是不是很像睡袋 它其實是一件羽龍服 看起來就像UNIQLO一樣 今天就要開箱的是 十足鳥 那其實我會知道這牌子呢 是因為它之前在東門外面開了一家店 然後它的店真的有夠少的 好像台北只有三家也幾家吧 東門然後中校復興那邊好像有一家有在賣 我對這牌子印象還不錯 我在路上看到很多人 他們穿十足鳥羽龍外套的時候 看起來不會很胖 它的剪裁很好看 不會像那種很多羽龍外套看起來 砰砰的很臃腫 它的話 就是一個登山品牌 加上The North Face現在的外套 現在真的太多人穿了 所以我想說 買一個比較特別一點的衣服 那它其實 現在把它打開 登登登登登 高級的感覺 好 打開了 它打開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啦 這是一個十足鳥的羽龍外套 那它這個牌子呢 在1991年就創立了 其實跟我年紀差不多 評價都是非常好的 我很少聽到有人說它不好的地方 好 打開 就是這樣啦 哇好膨喔 然後呢 外套拉 拉力拉開 裡面是這個顏色的 一個 這叫什麼顏色 咖哩嗎 YouTube不能說那個字 不過我也不想講 然後裡面這邊也有一個 LOGO 登登登 然後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帽子 右邊的口袋 它其實還蠻普通的啦 拉鍊是這個YKK的 OK 它這個手這邊很緊 它這個收影帶很緊 所以你的手基本上穿過去之後啊 是很難有風透進來的 絕對不是因為我很胖 好我來實穿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這樣 看起來還行吧 背面 欸 有點熱啊 它其實 拉一拉起來長這樣 非常的暖和 然後 蓬鬆度是750 通常呢 蓬鬆度大概300以下 就是做造型的 750是非常高的 然後它有另外一款是800多的 可是 因為它這款是750 然後又甜比較多 所以它會更暖 好我把帽子戴起來給你們看 是不是感覺可以去登山了 要去登山的感覺 OK 我現在外面試這個 超熱 我要流汗了 在新加坡市羽龍衣 隨便一間都買很熱 好 那我們現在 去冷的地方 我現在到了 蘇州 現在的氣溫 現在外面是8度 8度 沒有很冷 這件外套 目前的感覺就是清跟保暖 現在在平江的歷史截區 那這邊就是歷史很悠久 大概拍一小段一小段的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外套 的感覺 那也順便帶大家去看一下 江蘇的景點 走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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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到東方之門 就是後面這個 牛仔褲 牛仔褲 牛仔褲大樓 晚上的時候 會很漂亮 會用藍色的燈 所以看起來很像那個牛仔褲 那剛剛是去一個 比較古鎮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到一個 比較現代一點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是 有名的那個金雞湖 成品在那邊 我上次來的時候 就是從那邊 往這邊看 就是看這個大樓 那還是要分享一下 這個外套的感覺 今天的溫度大概10度左右 我穿起來走路其實會流汗 覺得應該是還不夠冷 不過裡面是一件毛衣 然後在裡面是一個短袖 現在溫度大概10度左右吧 因為現在算是中午 先這樣 經濟湖 東方之門 好 剛剛入住這個 很浮誇的這個 希爾頓 這裡的建築都走一種浮誇的路線 今天溫度比較低一點 剛好可以測試一下 這件外套保不保暖 好 下一站 Hey Siri現在的溫度 現在外面是12度 好吧 12度 難怪我覺得沒有很冷 好 沒關係 帶你們看一下蘇州 這個比較冷門一點的景點 瑞光塔 瑞光塔 進來一次要40塊 進來的時候看起來好像還好 就是 看不出什麼厲害的地方 不過到後面就很漂亮 給你們看後面 超喜歡這種古色古香的感覺 差不多看完這裡了 OK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這樣 回新大坡 歡迎回來 歡迎回到這個很熱的地方 是不是感覺到它厲害的地方了呢 OK的 今天呢 評測結束 總之呢 我們今天就是 穿著這個羽絨衣 去體驗比較冷的地方 來評測一下這個 始祖鳥的衣服 你們覺得怎麼樣 是不是有感覺到 從很冷的地方 突然變很熱的地方 又變很冷的地方 三溫暖的感覺 好 那今天的開箱結束了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如果你的朋友 想要買羽絨外套的話 可以把這影片分享給他看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就這樣 掰掰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